3. 部分 那我就在开始上实习课了 还有2分钟 好 直接开始吧 那今天就只要讲 prison regression 的部分而已 就东西算蛮少的 然后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再补充一下 程式的部分 对 好 那这边就是 那个prison regression 的东西 因為 Poisson它就是用來處理技術資料 就是Counts Data 所以因為它就只有0到真無線大 那我們是不要做一些轉換 然後再配置我們的模型 所以在 Poisson Regression這邊 我們就是取了Log 然後取了Log之後 再就是再Model說我們的Beta0 然後Beta跟其他 就是跟其他Covariate的部分 然後N呢就是今天 因為老師上禮拜不是講了 先跟大家介紹最簡單 基本的 Poisson Regression 就是當N等於1 因為就是你都在 就是同樣的單位時間下做測量 那像老師今天講到 以及你們作業要用到的 那個什麼人年的那個資料 就是在不同的觀測期間 對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 這個N來去做那個時間的調 就是做那個調整 對 然後Astimation就是取了 就是帶入我們的估計的參數碼 然後在參數解釋的部分 這邊要記得就是一定要記得在取 Exponential 取了 Exponential之後你的這個值才有意義 它就是你的對應的 X 的 Rate Ratio 那怎麼解釋呢 老師上課也有講 待會兒做實際操作的時候也會再假一次 然後再來就是做假說檢定以及檢定統計量 那在 Percent Regression這邊做單變量 單變數的假說檢定的時候 它是會服從標準長按分佈 然後其實式子就跟之前學的一樣 那在做那個多個變數的假說檢定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記得使用 我們就是要用 Like A Who Ratio Test 然後在虛誤假說之下 它就是會服從我們的卡方分佈 那自由度就是你的 4 Model 的 Beta 個數 減掉你的 Reduce Model 的 Beta 個數 這邊應該就是給溫習一下東西 對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們覺得 應該實際操作 大家會比較有概念一點 好 那在 R 裡面要做 Percent Regression 的話 其實也就是跟 Logistics 很類似 因為它們就是廣音線性模型 那其實它不一樣的地方 就只有在我們的 Family 這邊要換成 Percent 那在 Logistics 的話 我們的 Family 就是打 Binary 嘛 因為它是 Binomial 對 因為它是二元的 二元的變相 對不對 二元的資料 對 那 好 然後 所以 我們要跑 R 的時候 一樣就是直接打 GLM 然後 Y 跟我們的解釋變數 然後這邊就是 有講到 假如 就是人年 因為我下面這邊放了兩個 一種就是 在你特定的一段時間下 然後你去算那個事件發生的個數 像是 可能我想知道 叫 叫 嗯 好 南宿那邊的那家全家 半個小時 它大概 平均每半個小時 可能假設會有五個人進去好了 那這時候 我們的爛打 就是 單位時間內平均發生次數 就是 5 可以 所以 我講語書會不會講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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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正 那我看到 那我看到臉毛哪個眼神 反正就是 爛打就是 就是 單位時間下 你的 平均發生的次數 就是 那個 rate 對 所以 假設我 假設說 那一家便利商店 每半個小時內 大概可能平均會有五個人進去 那它的爛打就是 5 那我現在可能像 那個 假印上這邊右下角的這個方格 就是在說這種 就是在說這種 data 那我可能就測了 可能每天的下午 兩點到兩點半這段時間 所以我就會有 今天 對 可能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這樣子一直下來 就是不同天的 兩點到兩點半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同樣的 一樣的單位時間內下 然後我就會得到 禮拜一有多少個人進去 禮拜有多少人進去 然後這樣子一直下來 那這個就是 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的那種 資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我們每天測到的 那個進去的顧客數 然後可能 加上什麼其他變相啊 或是什麼 便利商店在的位置 我現在假設如果我測了 很多其他家便利商店好了 那我可能就便利商店的位置啊 或是縣市 或其他 那個 covariate 那我這時候就是直接放進 我的prosome regression裡面 那這時候 我就不需要考慮到 這個offset的部分 因為我的單位 我的那個時間單位是一樣的 它其實n就是1 所以我就不需要加這個offset的部分 那像老師今天講義上發的那個人年資料 因為每個人觀測的時間可能不一樣 然後實際操作可能會比較理解一點 然後那 那因為在r裡面你的family直接打prosome的話 它的內建幫你的那個什麼做轉換就是直接做log 那其實除了log之外也許就是可能會有其他那個資料轉換方式 或者是根據你的一些背景知識或者資料需求什麼的 你可能要做其他轉換的時候 這時候就可以在自己調整 那寫的方式就是後面打family 然後等於prosome 然後再掛號一個link 等於什麼你的資料轉換方式 那這邊的話你其實反正我們現在剛開始進入就直接打prosome就好了 好那再來就是先今天有兩個example 因為就是有會需要放到offset跟不需要放offset的部分 好那第一個資料就是你待會要用的bike14那一筆 那這筆資料是英國在2015年到2017年兩年間 它從大概1月幾號忘記了 就是每一個小時都會測量說 這個小時內它到底有多少台新的共享自行車被租借 所以它的資料變相 第一個就是時間標記嘛 那這個你們今天都不會用到就不用管它 就看一看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在這一個小時之內 總共有多少自行車被租借 然後還有真實的當下的真實溫度 還有體感溫度 濕度 風速 然後以及它們就是設定的天氣的類別 還有那天是否為假日 是否為週末 以及季節 那大家都下載好了吧 嗯 我看一下 那大家先會入bike14這個資料進去看一下好了 給大家消化 好熱喔 因為國定這段節慶 可能會有一點類似 但這現在是練習嘛 呵呵呵 就 呵呵呵 但我是都放了啊 覺得它還是有一點差 因為 因為 對啊 先匯入你們可以叫出那個資料格式看一下 就是不管在你要做任何資料分析之前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先去看一下你的資料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每個變相到底分別解釋了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資料應該要是什麼形態 因為像R這邊 我這邊資料裡面它不是有天氣的類別 它也是 它其實是那個類別變相 但是它 它的coding就是 1234 70 94 26之類的 那你匯入的時候你要做分析之前 你就要記得要先轉換 不然你這種資料匯進來 R它第一個內 內建認定的它就是一個數值變相 所以如果你直接 沒有檢查沒有做那個調整 你就直接把它丟進模型的話 你的東西可能就會出錯 所以有些該要從數值變相轉換成那個什麼 binary 或者是category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做處理 那下一頁就有我 你們其實可以直接複製下一頁 這邊 匯入資料之後 這三行 這個的code就直接給它複製過去 這個一定要做 不然你們會跑出來結果不太一樣 對 然後大家 然後這邊有一個你們應該完全沒有看 可能有些人有看過 就是完全不知道一個code 就是什麼l apply 這是什麼之後再講 就先不要管它 對 就先照著打進去就對了 就先照著打進去就對了 然後我就有設定 那個我的天氣的類別的reference 是10 就是 刮風下雨 下雨打雷 然後季節設定為是3 因為它季節coding是0 1 2 3 然後3是冬天 對 好 那大家先做到 這邊 欸 大家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第一行 就是 剛剛可能有人複製過來 他可能會直接長這樣就是 他應該是要有兩行code 但是他 你複製過去的時候他直接幫你變成一行 那可能一跑就會出事 那這個時候要嘛就是讓他到下一行 或者是你們之後可能有人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有人中間會有一個分號 是分號嗎 對分號 分號的話R就會幫你讀取說 你的第一個指令結束 那分號後面就是第二個指令 那分號後面就是第二個指令 所以像你可能有些 呈那個code比較短的時候 你可能或 code比較短然後第一個跟第二個 可能就是有接連關係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打 就是第一個 語法然後再一個分號 就是用分號來做一個間隔 R就會知道說 你的分號之後又是一個新的一行指令 對 好 好 那大家 大家可以順便再跑一下那個GLM的部分 然後就叫出報表 因為我現在問題是在這段時間內 我想知道體感溫度 天氣類別 是否為假日 是否為週末以及 季節是如何影響在下午2點到3點間 共享自行車主界的數量 對 因為它這筆資料它的那個時間 它都是 它是以時間標記開始為一個小時內 來去測量這段時間有多少 所以我就是要想要看這個 下午2點到3點時間的狀況 好的 achts 蠻誰 想要看這個 gradually 一定的 Craft preciso paperwork 差 好,大家應該都跑完爆表了吧,應該這邊跑完爆表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那再來就是解釋的部分 那先看第一個,我先來看體感溫度 那體感溫度這邊跑出來是0.029,那這邊要記得 這邊一定要再取exponential,學exponential才有意義 所以要怎麼解釋這個參數呢?就是在其他狀況都相同的時候嘛 那就是說在同樣的天氣、季節、日子我就是直接把南瓜的什麼架 是否為假日或是週末,不然有點凹寇 但其實你們寫的時候還是盡量寫得越詳細越好 對,好,在同樣的狀況下 那我們的體感溫度每增加1度的時候 平均共享自行車租借數會為exponential的這個0.0296673 會得到1.03 所以當溫度每增加1度的時候 平均共享自行車租借數會是1.03倍 這邊應該可以 對 那也可以說就是會增加3% 對,好 那要做單變數檢定的時候 就是Beta1等於0跟Beta1不等於0嘛 那從報表這邊我們也可以直接算出那個統計檢定量為多少 因為統計檢定量不是我們的BetaHate 除掉那個BetaHate的Virus然後再開根號嗎 那這邊報表就都有了我們的BetaHate等於多少 等於0.0296673 然後它的Standard Error Standard Error就是我們的估計出來的參數的Virus的 剛剛好 對 就是 就是這個了 這個東西就是Standard Error吧 對 對 所以 所以我們也可以直接透過報表出來的資訊 來去直接計算我們的統計檢定量 所以0.0296673除上這個什麼 0.02273我們就會得到 LeaveVirus就會等於130.5 那我會寫這樣是因為可能有一些小數點的問題 所以 所以得到的跟報表後面的位數就有點不太一樣 但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的統計檢定量就可以這樣算出來 然後 很明顯嘛 它就是拒絕 因為體感溫度一定會 還蠻容易會影響說 你到底願不願意在那個時候出去騎腳踏車 而且是 下午 我有特別選時間 下午的話 你在上班的時候 對 在一般工作的時候 你下午基本上就是還在工作嘛 你不太可能會出去騎腳踏車 但如果是假日 天氣又比較好 很舒適的話 這些 這些外在的因素 自然蠻有可能增加你出去騎個腳踏車運動 或者是 什麼 騎個車然後出去吃個下午茶的那種動力 所以 很明顯 那體感溫度 越高 它一定是會 有 就是 顯著的影響 那個共享自行車租街的數 然後 往下看 嗯 呃 再來是看那個什麼 季節的部分 季節 coding為0的時候 春天 一是夏天 二是秋天嘛 然後我現在reference是3 就是冬天 那我想要看夏季這個變相 那夏季它算出來是0. β 對 對 β算出來是0.1649712 那我在取exponential之後就是 1.17嘛 那我要怎麼解釋這個變相呢 就一樣也是 在同樣的體感溫度天氣還有其他條件下 夏季的 夏季的平均共享自行車租街數 會是冬季的1.17倍 對 參數解釋基本上是 這樣子 應該算蠻好理解 反正主要記得要取exponential 對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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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或者是 週末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其實 一樣也是蠻類似的 好 那 建完這個model之後 我們再來就考慮 這個model到底有沒有用 那有沒有用就是 看 就是要去做 like a who ratio test 所以我們的假說簡訊就是 我剛剛放了所有的變相 然後 對例假說就是 任何一個變相不為0的時候 對 那所以我的phone model就是 我剛剛建立了這個模型 reduce model就是 任何什麼變相都不要放 所以 我們reduce model就是 下面這個fit0的這一行 然後 就 這應該 以後還蠻常用到 一個就是 會打1 或者是有一個點 1 就是 你什麼變相都 不放進去 它就 你的報表出來 它就只會有一個結句相 那如果這邊的1 變成一個 點 就是那個dat 那個點的時候 就表示 你 跑的這個模型 它會把你的資料裡面 所有的變相 除了解釋變 對 除了y的那一個以外的 其他所有變相都放進來 放進模型裡 那因為 因為有時候你的資料變相 不一定 只有五六個 五六個的時候 你還可以一個一個key 入你的變相名稱 可是當你有十幾二十個 甚至超級多變相的時候 你不可能再一次一個一個key 你的變相名稱 或者是 也有可能他們又命名很醜 那你這時候 你想要把全部變相都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一個什麼 你的y 然後波浪號 一個點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所有變相都放進來 對 好 這邊就是記得一下 好 那我一樣就建立了我的reduce model 然後再跑anova 那上 在跑logistic的時候 一樣也是 我們的 嗯 嗯 在虛誤假說之下 那個 它是會服從 卡方檢定 所以你的tas這邊 一定要記得打 chisq 然後 因為r的大小寫有差嗎 所以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需要大寫 有些地方需要小寫 這個就要記得 對 好那大家先跑一下 那個 anova的部分 我 Uhr 不 進來 我 你 我 我 我 轉角和轉角 轉角和轉角 轉角 轉角 聽這邊應該沒什麼問題 跑完之後很明顯 當然是拒絕 就是这个model相较于什么参数都不放大 是比较有用的 好 那进到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就是 跟你们今天回去要做的作业有关 因为它就是要用人联资料来做操作 那这边一样也是先来了解我们的资料形态 就我刚刚说要下载那个smokelunk的这个csv档 那它有四个变相 那第一个就是yearsmoke 它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的年龄开始抽烟 所以它就分了15到19岁 20到24 然后每5岁的区间一直到55到59岁 它总共有9个组别 然后第二个就是抽烟的 每天的抽烟量 它这边一样也是category的形态 它分了0跟1到9 然后还有10到14 然后到35 35跟以上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资料长怎样 然后time的话就是person year y就是在那个年龄区间 那个抽烟量有多少人死于肺癌 那大家一样汇入这个资料 然后检查一下资料形态做可能需要的转换之类的 反正就是检查一下 好那就继续 那就是汇入资料之后 一样来先来看一下那个变相部分 因为它有category 那个几岁开始抽烟的变相 还有抽烟量嘛 那我们就一样叫出来看说 它现在是以什么为reference 那通常R里面 你没有指定的话 你资料一汇进去 它的reference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那不讲 就是你可能有什么01234 就是像刚刚那个自行测的那个资料的时候 它就是你没有调整之前 它是会以0为参考组 所以那在这边它一样也是 它几岁可以抽烟 它也是以15到19岁为参考组 然后抽烟的 每日抽烟量也是以0为参考组 好那现在检查完资料的状况之后 我们就来跑我们的模型 那这边就要记得 要加那个offset的部分 offset就是放我们的那个log time 然后 然后探讨说就是 抽烟 每日抽烟量 跟几岁开始抽烟 是如何影响肺癌的死亡率 对如何影响肺癌的死亡 然后 大家照着跑一下 然后跑出报表看一下 你们退进去之后 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做 你要叫contrast的时候 那个变相必须要是fatter 所以你必须要做as fatter的转换 大家还记得怎么做吗 不用不用if else 因为这边没有要做逻辑判定 这边只是把原本是character转成fatter 好 要怎么转成fatter呢 就是 as fatter 对啊 直接你的 你要指定的位置 对 直接 你现在要把 资料里面的 ear smoke 这个换成 as fatter 形式的话 那就是打 smoke run 然后前字号 ear smoke 然后指定 就是那个箭头的指定 指定到as fatter as fatter里面在包 你想要转换的东西 这个应该前几 之前也有做过吧 因为 要为了要叫contrast的话 一定要做这个转换 反正就是 资料一定要是fatter才能够叫contrast 那边 那边 今天 或者是 许多 说 我 这边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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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是 是 是 对 我 是 是 那我這邊就把我所有變相都放進去 那EarSmoke這邊因為它有分了九個組別 所以我這邊變相就會有八個 就可以看到第一個Beta1然後有1一直到8 然後第二個變數就是每日的抽音量 它有7個組別所以我這邊有6個Beta 對好那再來就是直接看報表 一定要記得加Offset然後LogTime 它就可以跑出來 那其實解釋的話其實一樣也是差不多 因為就是在其他狀況相同下 我現在看每日抽煙量為35個以上的人 那一組的話 那就是在相同抽煙年齡下 每日抽35個以上的肺癌死亡率 會是沒有抽煙的36.8倍之類的 對那這邊為什麼會講肺癌死亡率 而不是說什麼肺癌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會講 大家知道那種 什麼 因新生異兒什麼出生率死亡率那種要怎麼算嗎 初死亡率 就是可能在 那是什麼 好假設 台灣地區 今年的台灣地區年終死亡人數是一個大N 然後我想知道今年的初死亡率 反正就是總死亡數 那我的總死亡數可能是一個 今年的那個總死亡人數 就不管死因的總死亡人數把它寫為是一個小N 然後下不要低 然後大N是今年的 其實我不應該講今年 因為今年還沒有過完 但就不管它 今年的年終 台灣的總人數是大N 那我的初死亡率就是 我得到的死亡人數除掉年終的總人數 因為通常就是你要算這種年的話 反正就是他大概都會取一個 那個中間 中間的那個時間來作為你的那個總人數 就你們之後有機會可能會碰到 可能要算死亡率或者是發生率的時候 初發生率或初死亡率 就是直接哪裡得到的死亡人數 或者是初生人數 初上你的年終人口 這就是你今年的初死亡率 那 其實這個應該要是 這個東西其實應該是人年 因為我其實觀察 我就是只有觀察 今年2020年而已 然後總共可能有大N個人 那其實他的人年 其實就是大N 因為就每個人都觀察了這一年 所以這個大N其實是大N人年 他的單位其實應該是person year 我覺得這個可能對你們剛開始理解 可能有點 有點 confused 應該有點可能會 反正就先記得 初死亡率是這樣算的 或者是初發生率 他就是會講初發生率初死亡率 就是因為他沒有做任何調整 他沒有考慮到年齡的影響 性別的影響或者是其他的條件 所以他就是一個最簡單 最粗略的一個計算 因為他就只是純粹相處而已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資料不是說 他的那個碳是人年嗎 然後要做那個 那個什麼 做那個offset的調整之後 所以他這邊 我才會打說 他這邊得到其實是 每日抽35個月以上的肺癌死亡率 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的 就是我們的模型 爛打 爛打是以一年為單位 然後我們把N班過完的話 其實這邊就是我們觀察到的 那個抽菸的個數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要調整的那個 offset就是那個人年那個時間 所以其實那個count出於這個人年 是不是就是我剛剛那邊寫的 那個什麼初死亡率 初發生率 所以我這邊講以上 這邊解釋才會說 每日抽35個月以上的肺癌死亡率 這邊才會講一個肺癌死亡率 其實要講更精確一點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說什麼 初死亡率之類的 因為是沒有經過調整的 所以這邊是打肺癌的死亡率 而不是說什麼個數 例子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除了有老師正課的作業之外 還有實習課的作業 那正課的作業就是要 讓你們用那個人年資料去做計算嘛 然後實習課的作業相較之下 比較簡單了啦 因為就是要用Bike20的那個資料 然後來去去做去建模 然後這邊要記得 我有設定那個兩個條件 你要把Widercode的reference設為1 然後Season為0 以這個為參考組來去做 來去建模型 然後記得要符號要定義清楚 然後並回答濕度是否會影響 在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共享自行車租界的數量 還有天氣類別是否會影響 就是做檢定之後 還要記得每個參數都要記得解釋 然後最後一題就是 嗯 假如說我現在可能是什麼 搬運工人或者是 反正就是想要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 我會不會需要做自行車 共享自行車數的那個調整 那我就想知道 那在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體感溫度為22度 濕度為48% 風速為10.5的時候 還有雲很少 的時候 這個時候 大概會有多少共享自行車被借出去 然後後面給一個hint 就是要打什麼東西 這是實習課的作業 然後一樣也是在下禮拜 下禮拜四 那個1點前要上傳到SABA 然後 今天實習課大概是到這樣 那 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 就是 回憶 加強一下 到底要怎麼寫回圈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可能 常見操作 應該說就是 讓你們知道有這個東西 然後 簡單的操作大概是怎麼進行 那實際上之後要怎麼應用 就是你們要自己 多練習多寫 或者是上網去找 找它的那個說明 因為R的每一個function 它都 你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它的 那個function的說明 就是它的操作說明 像我可能想要打 剛剛我不是有出現一個什麼 就是 你其實一打這個韓式 它就很多人都會寫 然後或者是 你也可以直接看這個 R documentation 的這個東西 它就會 它上面就會有 這一個韓式 它可能有什麼 類似的一個家族 就是它可能有哪些 其他類似的function 像是 sapply 或 tapply 之類的 然後以及這個韓式裡面 它到底會需要放什麼東西 然後每一個東西 各自代表什麼意義 這些東西其實 網路上都可以找 或者是 你的R直接 RStudio那邊 直接 help 那邊也可以找到 對 那 今天這邊 的內容 主要就是讓你們知道 有哪些 就是讓你們知道 有這些東西 然後 加強的部分 就是真的要自己再去多練習 那這邊要先講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以第六叉 對 你們今天繳交那一份 小組作業為例 我要來算敏感度跟特異度 還有畫那個ROC curve 那 可能有些人已經大概知道怎麼寫 就是怎麼寫回圈了 但我就還是先講一下 對 那我前面就一樣 匯入資料 建模 然後那個 Predition 然後再來就是回圈的部分 那首先 在你寫回圈的時候 你就要先思考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你要一直重複的操作是什麼 還有 你每一次操作會改變的東西 又是什麼 又是什麼 就是這兩個 一直重複的操作跟 會隨著會一直變動的東西 那我要算ROC curve的時候 然後我不是要設那個 quiterium嗎 quiteria 對 要設這個東西 那我這邊 CRI我就是設從0到1 然後每 0.00為一個間隔 那這個sequence我就會跑出有 1000一個 那第一個 我會一直變動的東西就出來了 就是這個 quiteria 所以我 要重複的有幾次 1000一次 然後接下來 我要一直 重複計算的就是 我先來算 敏感度好了 嗯 敏感度就是這一行嘛 se會等於 那個 這邊就是 predip跑出來的 response的部分 然後會大於 那個 我的那個標準 然後 大於我的標準個數 在櫥子上到底有多少個 資料到底有多少個 對 好 那所以 我這個重複動作要做1000一次 然後 會變動的東西就是那個 我每次放進的標準就不一樣 所以放進不一樣 會一直變動的位置就在這裡 然後其實還有這一個 因為我每變動一個標準 我就會得到一個相對的 敏感度 所以 要先找 變動的位置是哪邊 所以我變動的位置有se 這邊會變動一個 然後還有cri 那邊也會有一個變動 所以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第500個 放進去的時候得出來的值嘛 那我現在知道我的兩件事情了 那我接下來就可以來寫回圈 然後其實上禮拜助教其實有講 因為我們要把se算出來之後 他要把它存起來 所以要先給他建一個位子 讓他可以存放 那 建這個位子 因為我的se 他就只是一個一維的資料 所以我就直接設一個c 就是建一個vector的空間給他就可以了 那以後可能會有就是會牽涉到 在不同列跟不同行 你可能會需要塞不同 要需要存不同的資料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需要去建一個什麼data firm 或者是建一個matrix 這個就是以後之後會學到的 對 以後之後可能會用到 因為你不一定會學 你可能已經被當成應該要自己去學會這件事情 對 反正基本上就是要 建一個空間給他存放敏感度 然後存放之後 for 就要開始打我們的for回圈 for回圈就是你就直接輸入一個for 然後你其實 rstudio 你一輸入fo 甚至 他就會直接跑出你的這個function 到底要怎麼操作 他也會提示你說你要放什麼 i 就是一個index 然後再一個in in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有一個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就是你要進行操作 那這邊i要怎麼放 因為這邊for裡面 for接下來的i這一行 就是我剛剛說的會一直變動的東西 因為你每一次操作你都會一直 我現在丟第一個標準 第二個標準 第三個標準一直丟進去 一直丟到一千零一個 那for接下來的這個小括號裡面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要從第一個標準一直丟到一千零一個標準 所以我才會設一個index就是i 然後它就會跑說從11到一千零一個 這樣的數列 就是 我從看 這一 我現在誇起來的這一部分會不會太小 我現在誇起來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直接把它拿進去r裡面跑 它就會跑出1 2 3 4 5一直到一千零一 就是它r預設裡面 它的間隔就是1 它會跑出這樣子 所以 我就是要把i指定到這個sequence裡面 所以才會有i引1到一千零一 所以這樣i就會開始從1開始放進去2 然後一直到一千零一 就是我剛剛說的會一直變動的部分 所以 才會寫成這個樣子就是 第i個位置的敏感度 會由 當我帶入第i個位置的標準時候來算出來的 這樣算出來的 好 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 回圈的話 除了for回圈以外 還有 file file loop file loop可能會稍微比較難 比較麻煩一點 但要記得 回圈也不是萬能 因為你回圈 你的資料量少的時候 它可能還是很快 但是當你資料量多 東西又很複雜的時候 回圈是真的會 是還是慢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 以後就會需要用到什麼 舉證的運算 或者是其他操作 或者是我今天獎金上有放到 就是像 apply家族 因為apply它就還有什麼 sapply lapply 還有tapply 就是各種東西 所以 回圈不是唯一的 但是你一定要會回圈 一定要會怎麼寫回圈 然後你也不能只會 for回圈 因為當你有些東西 可能只能用 壞耳回圈寫得出來 壞耳回圈寫得出來 不代表for回圈 一定寫得出來 但for回圈寫得出來的東西 壞耳一定寫得出來 我覺得我講的有點牢口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對 好 for回圈應該 沒有什麼問題 那壞耳回圈的話 要記得 它就 它其實 它就是 你要設 如果你有一個條件 當你條件滿足的時候 回圈就會進行 就是我誇起來的這個 就是條件 當你條件不滿足的時候 壞耳後面它就不會執行 它就會停下來 壞耳的意思是 壞耳是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在壞耳這邊的話 我就要去考慮說 我要怎麼給那個條件 然後以及非常重要的 什麼時候 這個回圈會停止 因為如果你忘記設 讓它停止的那個條件的話 你的壞耳回圈 就不會停下來 它就會一直跑 一直跑 你就只能自己去手都按那個 XX 所以基本上 你在跑壞耳回圈 你跑一跑就發現 它怎麼都不會停 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能就是有東西寫錯 或是你忘記設一個 防呆的裝置 就是你忘記設 它什麼時候可以停下來 所以 像一樣 我剛剛前面算了敏感度 然後我接下來要來算特異度 那公式這邊一樣也是 那我這邊 就壞耳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 可能會設什麼index 或者是 當某一個事情為true的時候 就都有 但我這邊就是先以 那個數字 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 1001個標準要放進去嘛 那我就設好了一個 當 i 小於 length 就是個數嘛 當 i 小於1001個的時候 這個壞耳回圈就會直行 但是當 i不滿足這個條件的時候 回圈就會停下來 好 所以我現在 i就先設了一個0 就是讓它從0開始跑 然後一樣也是建了一個特異度的存放空間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先 這一行嘛 這一行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因為我現在i設為0 所以我想要叫出第一個位子的快替那個標準的時候 我是要寫一個i加1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 它才可以從第一個位子的標準叫出來 因為你沒有第0個位子嘛 那是我這邊寫的i加1 然後 這一行就是很重要 這一行就是 能夠讓我的壞耳回圈停下來的一個操作 因為我現在i指定為0的時候 你在外面指 就是你在 一般這樣指定下來 這個i等於0 它是一個global的 它就是 你不調整它的話 它不會去 它不會被改變 對 然後你怎麼呼叫 它i就是一個0 所以如果你這邊沒有打這一行 i為i加1的話 i始終就會是一個0 所以你跑完第一次 i等於0 帶進去 滿足條件 我就跑這個 然後 再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再繼續run 再run一次這個回圈 然後但是i還是0 所以它就不會停止 因為i永遠是0 它永遠沒辦法達到 不符合條件的時候 沒辦法不符合條件 這個回圈就不會停下來 所以我這邊才要打一個 i為i加1 所以跑完第一次的時候 i就會變成i加1 所以跑完第一次 i就是1了 i為1再帶進去 那還是滿足條件 那我就會繼續跑 然後這樣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 那個 i為1000的時候 跑完了那個 所有標準 然後i再加一個1 i就會等於100001了 那我這時候其實 特異度的計算都已經跑完了 但然後i為100001 那i為100001 再帶進去的時候 10001不會小於10001 這個沒問題 所以回去就會停止 所以這樣你的計算就是完畢了 可以嗎 對 換來的話這邊主要就是 大家有個概念就好 就是 要怎麼寫就是在 嘗試看看 或者是 把那個東西去掉 就是 從錯誤中學習 就是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就是跑不出來之類的 好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就是if if的話其實它就是 condition的部分 因為 它就只有 if然後你後面條件滿足的話 它就會執行你的第一個行動 那個動作 那如果不滿足這個動作的話 如果你後面沒有寫這一串 它就是沒有動作而已 但如果你後面沒有寫的話 那我就會進去考慮說 欸那我滿足 第二個狀況的話 那我就會執行它 那上面兩個都沒有的話 那我就會執行第三個動作 然後寫if這邊的時候 要記得 這一個 這個大關號 就前一個大關號跟 什麼else if 這邊是要在同一行 然後這邊一樣也是要在同一行 反正這邊就是有概念就好了 現在這學情應該都不太會用到 但是以後用到機會應該蠻多的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嗯 好吧 嗯 想想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放了一下 矩陣運算部分 就是可能要怎麼 我見了一個矩陣之後要怎麼跑 反矩陣就是打一個sof 應該還記得高中學過的矩陣 要方正才能跑反矩陣吧 對 然後還有怎麼算出那個行列式值 就是打一個dt 然後做轉制 這邊其實就是有了印象就好了 之後到底要怎麼使用其實 就可能再回去查 因為 程式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你也不可能通通都記得 但是有些基本要記得是可以幫助你的 減少你的操作時間 但是 反正不會的你就知道說 欸我曾經有聽過這個 那我大概知道我要怎麼去搜尋我需要語法 怎麼去搜尋我需要的 那個操作之類的 然後矩陣這邊 我是不是剛才講矩陣 然後矩陣這邊的話 矩陣的懲罰就是 跟我們一般的懲罰是不太一樣的 一般的懲罰是直接打一個星號 但是矩陣的懲罰這邊是要打一個什麼 百分比星號跟百分比 這才會跑出我們熟悉的矩陣的懲罰 就是差別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apply的部分 apply就是 因為我剛剛不是有讓你們複製這一行 bike 然後這一串嗎 就是要用apply去跑 apply的話它其實就是 就是當我丟進了一個資料之後 就是我會丟一個二維的資料 那就可能假設N個列跟P個行的話 那我可能想要算每一行的 每一行的平均 第一個方法可能我們就很笨 就是用for回圈 就是很暴力直接直接用for回圈一行一行跑 一行一行跑那個平均 這樣也可以但是就是相較之下可能比較慢 對 但這種時候我們就可以用apply來去寫 apply的話就是我們先丟進我們要做執行的data 然後我剛剛說我想 我其實是要看這個 我剛剛說我想要算每一行的平均的話 因為 r裡面它的這個e就是代表我要以列為計算 就是第一列抓出來我要算這一行的平均 然後第二列抓出來我要算這一行的平均 然後就算出了N個平均之後 你跑這個apply 它就會吐出一個N的向量 N乘以1的向量 就是每一行對 每一列的平均 當就是當你那個margin設1的時候 喔我說錯了 margin設2的時候 對 margin設1的時候 那2的話就是以列為去計算 就我叫出了第一列來去算我的平均 第二列第三列一直到dp一個列 然後我一樣會吐出p乘以1個向量 對 這邊是apply的部分 那我這邊還有什麼lapply就是 但是 可能更複雜 但其實概念上很雷同 大家就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了 好後面我不想 喔妳還要講 笑笑 對啊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好吧我覺得今天就算到這樣子了